大家好,我是三号 欢迎来到MacBook和MacOS的教学系列 今天要和你分享一则 关于MacBook Pro电池更换的大事件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三号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实用小技巧 对这一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三号TV 昨天我看了一则新闻 是这样子说的 Apple会替一部分没有Touch Bar的 MacBook Pro 13的笔电 进行电池更换 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 这一部分的MacBook Pro的电池 有膨胀的问题 这一部分的MacBook Pro 是在2016年10月到2017年10月出售的 要如何知道你的MacBook Pro 有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同样的,链接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点击那个链接 你就会到达接下来的页面 点击那个链接后 你就会到达这个页面 而要如何知道你的电脑 到底可不可以更换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Series Number 换在这里 如何找你的Series Number 只要点击 左上角的这个按钮 About this Mac 在这一边呢,有你的Series Number 所以你只要 Copy这个Series Number 然后Paste在这边就行了 然后按Submit 在这边呢,它就会告诉你 你的电脑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 如果你很幸运的被选中 那么你需要去联系 Apple官方来更换你的电池 真的是不用付费的 如果幸运的话 那么你就要去联络他们 联络的话 你可以按Contact Apple 这几个选项都可以帮助到你 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或者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三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